现在我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遇到情绪爆发的人怎样处理 两方面 有情绪爆发的人 首先是我们处理自己的情绪 第二是怎样 帮助他处理 首先是 这个需要学习的 这是怎样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发露 但人发露 指责我们的时候 我现在去说 有可能性 如果对方去责备我们的话 首先我们有错就认错 如果没有错 我也不被他影响 而且说友好话 令他平安一些 不会这么发露 这个里面处理 但这个处理不容易 大部分人 没有学过 没有学到怎样处理情绪 都会被人骂的时候 必定发露的 这个是需要真的刻意处理的 这个一方面 第二方面 怎样处理这个 平时情绪发脾气的人呢 这个需要智慧 也需要分辨 有些人 是偶然发露 有些人是习惯性发露 有些人是固执 很难改变 这是他坚持他的 他的看法 坚持他用这个发露的方法 有些人是很难改变的 这是他是固执的 这种人处理的方法 可能只有就是我们不被他影响 如何对他 希望他改变 这种人很难 很难有什么方法 能够有效的 好了 有些人 他是偶然发露 怎么办呢 偶然发露 其实我们越能够说出他发露的原因 他越容易放下露气 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人发露 就说你不需要发露 发露做什么 发露没有用 这个话令他更发露的 是不是 你发露的时候 有人说你为什么发露 不需要发露 你犯罪了 你做得不好了 这个人更容易发露 但我们能够说出他发露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我知道你看到这个人对你不好 你就不开心了 你就发露 你说出来 他会觉得你明白他 你明白他 他会更容易放下 他就会觉得你留意到 我是被他影响 是这个事情发生 令你不开心 这个是智慧 能够说出 能够说出这些人 这个人情绪的原因 不开心的原因 其实任何人都是这样 这是很固执的人 我们能够这样说的时候 也会帮助他 更容易放下露气 因为他觉得有人明白他 好了 有些人 我们可以 帮助他处理他的露气 但可能不是马上 很少人能够马上处理的 很少 这是当时平静上来 已经是最好的 这是能够说 我知道 这个人说的话 令你不开心 他就平静上来 这个已经是非常好 在这个时候 如果要处理的话 他可能 他的露气又来了 如果 去过了 过了 他已经平静下来了 就可以说 我们好不好 讨论一下 之前发生的事情 这个情况 可以将来怎样处理 如果这个人是成熟 如果这个人不是成熟的话 也很难处理的 有些人是永远不能处理 因为他太固执了 因为他太固执了 有些人是可以过后处理 有些人 可能在当时可以马上帮助他 就是 我们可以怎样做了 就是说 我知道 这个人 对方说的话令你不开心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不公平 不很委屈 你看到他真的已经觉得舒服一些了 因为我们能够说出他的情况 他会更舒服的 平静下来的 然后我们想 当时就调和这个关系 我们就 这个时候就需要辅导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两方面都不开心 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怎样处理 能够减少这个伤害 减少这个不开心呢 这个就是 用引导的方法 辅导 辅导是一个 是另外一个教导 是很重要的教导 如果你想的话 我也可以讲这个方面 就是 引导他 你觉得这个情况可以怎样处理啊 你觉得 在这个情况怎样可以 大家的关系没有受影响啊 这个引导的方法 有些人很难处理 为什么呢 有些人是习惯被情绪带领的 所以有什么不开心 他就马上失控 失控的时候 有些人是很难控制的 我曾经有一个经历 有一次我 乘火车 很多人排队 很多很多人 前面有一个玻璃门 火车迟到 然后这些人都很紧张 什么时候 火车才来到 后面有一个男人 走过来 这个男人 很肥的 他来到这个玻璃门 退这个玻璃门 玻璃门不开 他就用脚去剃 剃了 这个玻璃门就碎了 然后他就爬过去 走到上面 过了一分钟 就有两个人 让他搭上来 带上来 这个人我觉得是 从小的时候 被父母宠坏了 所以 他完全的失控 他完全不能用 思想去处理的 他要什么就要什么 就随意的发露 这个是 这个世界上 的确有这些人 这些人发露的时候 可能每个人都不出声 而且说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这个事情 令你不开心 可能他平静下来 已经很好了 很难 很难 帮助他 处理这个 情绪的问题 有些医生人 都不会处理 为什么呢 他都是固执 都是被情绪影响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